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十分的激动 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 比如说Baby他的偶像就是全智龙 全智龙是韩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男艺人 他是big guy组合的主唱 在全世界应该拥有非常多的粉丝吧 这几年他去参加兵役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怎么出现 全智龙以其独有的声线和舞台风格 俘获了大批迷媚的心 别看他个子不太高 但是却大气十足 台风十足 因为大家都知道Baby他的偶像是全智龙 所以在参加奔跑被兄弟的时候 节目组就为了讨好 他而给他请来了全智龙 当时Baby见到他之后 简直激动地用手捂住脸 蹲在了地上 不得不说 偶像的力量还真的是强大 再说一切杨幂的偶像吧 杨幂作为娱乐圈中一线小花蛋 可以说是很多男生心里的女神 女粉丝心中的女王 但是杨幂他也有非常崇拜的人哦 这个人就是谢霆锋 谢霆锋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还是一个制作人 歌手 主持人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人 杨幂早就说过好多次 自己非常喜欢谢霆锋 结果在有一次颁奖典礼上 杨幂就亲手为谢霆锋颁了大奖 当时在颁奖的时候 杨幂还和谢霆锋拥抱了一下 接着他就手捂住嘴娇羞的笑了起来 看来杨幂对谢霆锋是真爱呀 其实他说 他对谢霆锋的喜爱 不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 还是因为他对待工作 和那份爱度和责任感 赵丽颖他是权重这些年来 一直炙手可热的一个女明星 他也是有男神的忧 这个人就是何秀 他们两个在综艺节目上 就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而且何炯还把自己的银幕出文 给了赵丽颖呢 不得不说这两个人之前的时候 还传过一段绯闻 但是也都被澄清了 何老师只是把赵丽颖 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罢了 话说何炯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结婚 是时候该去找一找自己的幸福了呢 说了这么多女明星们的男神 你们的娱乐圈男神是谁呢 除片来源网络